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斜遍大家看 然后我们再把结构和点化向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物字呢 有几方面在点化和结构上的要求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字左边的这个偏旁啊 它比较高 但是呢写太窄了吧 写太短了 又觉得这个左右呢 这个字形太扁了 所以左边是一定要高一点的 一般的说右边不应该高于左方 左方啊 这个竖笔是非常要注意的 一定要写的不要太粗 要有力量 注意一下 这种点化属于基本功 写出来一定要干净利索 这个OT字啊 它非常的麻烦 我们多次向朋友们说 欧颜柳照 包括其他的于是南楚 虽良 温征明的楷书 很多包括二王的 都是非常精道的 我们不好说谁比谁要好 我们学OT字人并没有说这有这个偏爱 一定要非说欧阳循是第一 其他人都是第二第三 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 OT字比其他的那些个 这个流派和书体 首先是入门要难 就是他太讲究了 他的每一个点化 容不得半点含糊 有一点含糊 没有写到位 马上就看得出来 当然我们在完成作品的时候 也不需要那么样的 这个每一点 每一话的那么 十分细心的去推敲 有失败的笔画也没有关系 只要大局好 那么就瞎不掩喻 或者说白币有瞎 并不影响白玉的美观 问题是 你的基本点化还是需要的好 所以他的难度 在入门的时候比较难 到了一定深度的时候 你就感到 各种书体都是非常的 有深度 都不容易写好 但是在开始阶段 欧凯确实是非常的严格的 就从严格的角度讲 他比起来 其他的烟体 流体 罩体 什么 于是难 储随量 等等 都要困难的多 所以写他的时候 一定要平心静气 像这样的树笔 一次性就得成功 如果你没有成功 你半路在喵喵改改 就不行 而且有些小的笔画 没有写成功 没有关系 但是这种关键的树笔 长横 长数 长片 长纳 如果你没有成功 这个字就确实是失败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下方写 注意这一笔 这笔宁河挑这么短 而不可以把它挑过了这个 这个这个树笔 为什么不要过剑 因为他和对 这个右方的点画 会发生冲突 比如说 已经这样 过线了 然后右方这一瓶 你看 正好在这个位置上 互相相反 即使你再写多好这个字 在这笔上已经出问题 因此在这时 在这个知识问题上 必须要向大家 反复的说清楚 您和左边写的短 也不要写长 不要写超过这个树线 但是超过一点算错误吗 不算 本来就是应该 这旁边就是这个条笔 应该过一点线 但是为了防止和右方 发生冲突 就尽量不过线 我们再写遍大家看 这是对左方的要求 树笔要挺直 那么条笔呢 要尽量短一点 右方这个物质呢 也有两点要求 第一个是笔画上 单写这个物质 大家看 这笔撇完之后 注意这个横折钩 写慢一点 是这么个效果 但是 我还是说 由于写太慢之后 宣址的音诗 会影响点画的 这个准确性 那么我们写快点 大家看 这个勾应该是这样的 我还是这样说 当你右转折 这笔没写好 你只强调在勾上 是没有意义的 类似这个勾 就是稍稍写差一点 不十分准确 就不上大局 像我刚才说 物质左边那竖笔 你没有写好 那就糟糕了 包括这个横折 这笔的横折 你没有写好 这就坏了 但是下方这个勾 没写太成功 不要斤斤计较 有些朋友 特别注意这种小节 在网上有朋友老提到 我这个勾我老写不好 我总是说 你前面那个竖笔 没写好 后面的勾 不可能写好 即使后面写好了 也没有意义 因为主要的方面 你不好 这是物质的 第一个在技术上的问题 再有一点的就是 这个物质在写完这一篇以后 这笔稍稍的平的向下一点 不要太平 尤其不能往上康奸 可以往下一点 这个物质这样写是好的 如果这笔写上去这样 这个字就要不得了 古人是没有这样写的 但是古人有写平的 但是古人有写平的 就是这个横向呢 基本是平的 这叫平 欧阳勋写的时候 这笔稍稍的有点向下写坡 注意 我们再写一个完整的一个物质 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在形体方面的要求 我可以就用这个写的 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是这样写的 是这样写的 就是这样写坡 那种写坡 的写坡 是这样写坡 的写坡 注意看 这个方向看 这都是相等的 所以在这几笔当中 不要让它 这个笔画的间距失调 如果你要写完这个物质之后 是这样的 往往都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这三笔离得很近 中间这块留的空白太大 这是常犯的一个错误 当然 您可犯诈的错误 也不要把里边三笔 离得最后这转折太近 这就更难看 前面如果空就更难看 所以这个物质 一定要注意 它在点化结构上有很多的要求 我们下面给大家写一下 这个物质的行书 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行书的写法 这种细微的优思 包括上面的优思 有些个初学的朋友 特别迷信这种东西 哎呀 这个优思多美呀 上面这个似有如无的条虚线 从左边的提手和右边的片 联系在一起感到非常美 这个字也是这样 其实这些东西 是写字的时候 不经意出现的效果 没有也没有关系 再重一点也没有关系 我们多写两个看一看 大家不要在这小地方 感到很神秘的 其实就是写起来的时候 这么顺比一带 没有 没有也没有关系 重一点 重一点也没有关系 再重一点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不影响这个字整体的美 这个字写好 没有写好 跟那点优思的关系 毫不相干 如果你最心于临摹那种 小细微的优思 那是它偶然出现的 所以你在那方面用功夫 正是用错了 把这功夫用错了地方 千万不要在那方面 过于的拘泥 好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字的星书的写法 这个字的星书写法 写起来就是要流畅一些 有些时候需要粗一点 比如说 我们把它拼成几个字 比如说 这个孙国厅书普有句话 说无论书不尔 写星书啊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 当你在写这些字的时候 偶然阴湿了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物字的这两品 都瞎了 你在写的时候 可能是没有注意 一下子就写瞎了 没有关系 这种地方比意到了就可以了 让大家知道 你是这么写过来的 没有十分交代清楚 没有关系 在星书草书 对这些东西 一点也不计较 比如说 这个书字 大家再看 这个书 应该准确的写 这个地方是这样过来的 就是这样 结果我刚才上面那个字 就写瞎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圈没画清楚 就直接上了 这样写了 没有关系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而我强调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是强调现在有些人 故意写瞎了 故意在这就弄一末嘎的 让你看看 我是何等的 不经心何等的一种 这个帅意 你这都是故意造作 那么不称心的写瞎了 应该说不算错误 而你诚心把它写瞎了 就是一个笑话 是个幼稚 是一种造作 就不好 就像我们 比如说写一篇字 我们这个没有跌格 也没有什么计算 这一行没写值 这个不算问题 尤其是行草书 没写值 又没有格计算 写不值 没有关系 但是你故意写歪了 你就很讨厌 因为你假装率真 你是假的 你在那造作 就非常之讨厌 这是我必须强调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下边写一下 这个字的草书 草书其实跟行书很接近 注意看一下 只有这点不同 哪点不同呢 就是左方没有什么大的差异 只是草书的一种比异 和行书的比异不相同 右边的不同 就是这个物字 拐上去 这么简约了一下 你再看 行书是这样的 草书是这样的 没写第一瓶 直接上来 用这种方法带过来 这是个物字 所以大家注意 在写事物的物字的时候 右半边 是直接这么连过来的 是这样 磨多一点 磨少一点 这都不用计较 注意这么写就是 我最后把这三个字 海星草 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看这凯书 再看兴书 再看草书 今天有关这个物字 它的凯兴草三种写法 就暂时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